我們認為這個民衆很明顯的抵觸三權分離的謹慎 也就是說四十七十八號的解釋 我們看到一個部分 一個前部分我們覺得沒有問題 也就是說謝錦民法規定當然不一定有所不足 必須不足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後半部他提到說要在兩年的期限內 相關機關要有相關的法律的修訂 如果沒有修訂的話 同慶二人他可以直接到婦政機關 為結婚日登記 那就後半部的四十七十八號解釋 其實他已經預約了司法權的範圍 也就是說其實我國任何的法律都沒有賦予 這個大法論會議解釋有這樣的一個權限 他們的權利公投的內容是希望立法來保障 可是我們看到行政院 特別是法務部採取用混的方式 用拖的方式 用閃的方式 他就直接承接大法官的解釋 他的言下之意就是 大法官的意志高於這些公投人民的意志 司法院四字第七十八號解釋的後段 也就是說預約大法官解釋權限的部分 也就是說他已經傾奪了立法權限跟行政權限的這一部分呢 把他當聖子 其實這部分應該是不生效力的基錄 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他錯把行政院錯把基錄當令件 結果呢 他覺得他為了賞臂爭議 結果他說 那我們的法案名稱就用司法院四字第七百四十八號解釋施行法 沒有這個執政的擔當或行政的一個立場說 這部分呢 我行政的立場是什麼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非常不妥 這個